加拿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为香港扩大移民配额 加和希望以公众教育 协助有志移居的港人去寻找新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和 加和继续为加拿大的联邦移民局 推出的加港移居计划续称加港救生艇 提供大家所需要的资料 做一些公众教育 令大家有志移居加拿大的人 可以赢最起飞前 今天录影的时候是2021年6月8日 今早加拿大联邦政府刚刚推出了 加港移居计划的第二、三部曲 叫做Streams A&B 我们今天希望大家 为大家解释这两个Streams 有什么条件 如果你刚刚善不符合条件 不幸的话 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get around 令自己都可以有一个復活的机会 他说这件事 固然我每一人吹策 我们会请回我们的朋友 注册移民顾问王国卉 Alfred Hello,Anna,大家好 谢谢你的时间 我是 不如让你来搜索一下 今天两个Pathway 什么是A、什么是B 简单一点 这个实牙实耻的移民项目 A、B 比我想象中的Roll Out 推出快了至少三个月 因为他2月4日说时 他说是Later this year 这是好事 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快呢 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原因就是 如果移民部早点宣布一些细节 移民的部分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信心给大家 放胆去走第一步 事关暂时来说 第一步根据Bloomberg Reuters说 好像都说只有五、六千人申请 我觉得是这样 今天他说的 其实跟他2月4日说的 是十分之一致的 十分之一致 唯一就是minor details 他2月4日说了 首先 如果你是过去五年不业 即2016 可以兜到2016 那你就拿三年公司 就是过去 如果过去之后 要么就独私转移民 要么就做事移民 那你的A就是读书转移民 很清楚 写清楚 我们当时说起码两年 college 那就是了 是吗 当然有小部分朋友说 我读MASTER一年 能不能 当然可以 但整个事件都复杂了 这就是今天说的事与2月4日完全一致 唯一就多了 不是 要考英文 今天宣布开宗明义一句话 所有人都要考 所有人都要考英文 CLB5 所有人 这个是不是附加条件 有没有理由你考不到 CLB5是没可能的 那你报名就考了他 CLB5不是一个考试 一个英文的标准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 如果你考A-C的话 就等于5554 Reading 4 5554 Reading 4 如果你是读… A-C的General IELTS General 没错 如果你在这里读完16个月的program 没可能英文去不到那里 三个字没可能 OK 这个就是A 读书转 B就是做事转 这个就是 松张松得很重要 我们all along 这个真是大大surprise 我们all along 我们都是用 加拿大走近的 本地走近的 加拿大经验类别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CEC 用来做对比 这些工作呢 我们说过要0A B 有些技术含量 谁知道移民部送账 任何工都可以 就是说永远说0A B C D 全部都收 例如 如果在餐厅做waiter 做busboy可以 倒垃圈洗碗都可以 是 如果在办公室的话 炸薯条都可以 办公室可以做前台辣 也可以在餐厅里面 住后帮柱 全部都可以 银行可以做teller 超级市场可以做收银 可以做stock货 这一类的工 其实在加拿大是大量的 是大量的 一来这几个行业 超市或者什么 是劳动密集的 所以这些工 很多工 大家不用害怕 所以换句话说 千万不要买工 那你就一年工作 考五分 唯一的catch是什么 他就说 你申请的时候 你的学历 不可以多过五年 这是问题 因为你 打个比喻 有一班朋友 2016、2017年 不职业的 过了你 过了工签 当他们工作完一年之后 他那个2016年 2016年就死了 17年过期了 这方面 我想我们加拿大这边 那些游说组织 就会跟移民部 有关的 decision maker 谈谈谈 喂 你会不会计算错 是吧 你比 例如2016年 被人来了 然后又站在那里 于理不合 我觉得这件事 是移民部 应该会听听我们的业界 或者那些 压力团体 那些社会研谈 谈谈谈的 这就是最简单的认知 这跟他2月4日的完全一样 好的 Alfred 就凭他的经验 介绍整个 context 有什么对大家的 implication 我就很 dry地说一次 他的technical details 第一件事 谁可以符合这两件事呢 是已经在加拿大的人 你本身已经在加拿大 无论你是加拿大 是凭着一个工签 在做事 又或者一个学签 在读书 这是第一件事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你救生艇 不是等第二三送的 你经过了第一步 才可以走到第二三 现在就是那样 亦都是留有准备的人 第二件事 就是你要适当的passport BNO 或者HKSAR 特区护照 刚才Alfred说过 Stream A就是读书 在加拿大读书毕业 三年新鲜 就是你由按订阅 那个制开始倒数三年 你在加拿大 毕业从一个什么呢 任何一个学位 就是学士博士 锡士 又或者一个Diploma College 就是读完中学才可以读的Diploma 要两年全职位 或以上 如果你是一个一年的Postgrad Diploma 就是之前拗到牙血都出齊那个 一年Postgrad的话 今次写明都可以 但是 你因为你有一个Postgrad 你是应该证明到 你之前有一个四年的Bachelors degree 是不是 那个Degree要是 你的Postgrad 开始之前的五年新鲜 他就没有说 那个要在加拿大毕业 但是你的Postgrad 就要在加拿大毕业 如果你Postgrad的话 你要展示给他们看 你知五年之内 要有一个本身是一个Bachelors degree 这个是Stream A Stream B 就是在加拿大做事的人 即是当时已经申请了OWP 而进来做事的人 所有申请都是从海岸 是由加拿大本土申请 不是在香港海外申请的 好的 那些人申请的时候 要在加拿大申请 已经完成了一年的全职位 或是加拿大经济的经济 一年的全职位 就是计算一千五百六十个小时 每个星期只会计算三十个小时 所以你不能够快速 但是你可以有几份 兼职业职业职业职 又或者你第一次做兼职业务 就是等於你可以 但是你又除了要有這個工作經驗 本土的工作經驗之外 你亦都需要有同等的學歷 這個學歷就不一定在加拿大拿了 你可以在你的香港那裏拿 之前你做一份工作之前已經拿到的了 都是一樣的就是學士博士碩士 又或者兩年 full time 或以上的 diploma 又或者是一個一年的 postgraduate 但是亦都要展示到五年新鮮的學位 其實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要五年內發生的 就是你要拿完你一年的 full time 工作經驗之後 可以申請了 你按申請那天計算到數五年 要見到有這幾樣東西 隨便一樣的學歷畢業的 即是如果你今年7月1日已經完成了 你的工作經驗的話 你倒數2012的7月1日 即是2017年 是吧 6月30日 你已經最遲 你要完成了這些學位了 大家希望明白 這兩個就是今天推出的Stream 所以就不存在說在香港等 你又送我才給 你不會 因為其實要在這裏發生的 但是 它的結尾是2026年8月31日 所以你是有時間去籌備其他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是2016那群人 就真是陰公豬了 其實有些人很好準備 我們2016年人趕了車尾 然後就已經申請了WP 是因為疫情他進不了境 現在快速讓他進境 他還是不可以在限期之內 完成他一年的工作經驗 因為要在完成一年的工作經驗 才可以應付這件事 完成了那時候 他就已經過了五年新鮮期 那些就是我們遊說組織的工作了 我相信Alfred和我 和背後很多團隊也會去做這件事 不如這樣說 其實這個大政策是好的 有少部份人 就是大家說了 2016、2017那裏 但是他們就走位 所以就算你們不送我玩 其實你想想一想 這個政策大政策 始終都是人人有份命不落空 這個政策推行 現在可以申請 第一批受惠是甚麼 就是已經在加拿大的香港留學生 他們可能是去年 甚至乎是前年畢業 又或者在加拿大已經做了一年 在附近時間畢業 是的 他一考完雅思就直接可以申請 這一批就是彭仙 恭喜他們 那關於哪些人最開心 最多flexibility 16、17畢業就拋頭 就飲共豬 但不要緊 豬變陣而已 反為1920… 香港不需要一定的 192021 這三年畢業的人 不需要一定加拿大 香港 馬上衝過去做事 他們就可以做事 他們如果不想做事 他們可以讀八個月書 就完全符合五年 你讀一年八個月課程 是需要一個Degree 需要一個Diploma 或者 以及 within五年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是九月開課的話 八個月 明年四月 那就申請移民 不用做事 是的 那哪個是否好一點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不是好一點不好一點 大家可以選擇 亦都可以兩天進行 是否即是預料過來找工 但找不到工期間 都要補一些東西來做 可以的 因為你可以有工簽和學簽 對 首先我覺得因為有一個新證 甚麼工都可以 大家放心 不存在找不到工 是沒有可能的 事關於那類工 加拿大太多了 多得很厲害 絕對他肯不肯做 是的 Good point 有些人如果新段 不肯放低的話 OK 不要勉強 不要傷害你的尊嚴 你不是讀八個月的課程 不需要九月開課也可以 一月也可以 一月開課就八月讀完 哪一群人適合呢 就是二零 一九 一八 都還可以 一七 就要開始問問 快快快快去趕穩 是的 早點過來 如果一七 有機會 一七還有機會 一六那群 除了我們會在背後發工 希望可以和聯邦聊天 大家不要把所有駐馬 都放在我們的功力身上 應該有一個工作 就是如果你可以 趕及現在立刻報九月入學的學校 令到自己也有回一年的讀書 亦都是等於一年讀書之前有些事情 就算是你不可以在一年 你不可以在現在幾個月之內 找到一千五百六十個工時 但是你可以用讀書去補救 現在的政策落實了 肯定知道 原來讀完書真的可以 不做事都可以親親自問 因為由二月四日到現在 很多人懷疑 現在真的真的看到了 大家走位 我認為是走位 誰適合你 你了解了項目是這樣 是幾條路的話 所以不需要一六年不可以 哪一卦不可以 你就讀書 是可以的 剛才剛才說的讀書 就是如果你之前本身是一個讀書 你現在來到這裡 就可以讀一個一年的讀書就可以了 那你就行Streamate 如果你之前那個不是讀書的話 你就需要在這裡讀兩年的讀書 那兩年的讀書 如果你之前讀了差不多的讀書 你就可以交換 你交換到多少 或者PLR到多少 你就可以讀少那些科 省時間之內也省錢 那也是一個預算 因為你也是一個海外留學生 之前Alfred也說過 大學或MASTERCDA 就算你可以找到一年的讀書 其實都是要很多時間去準備和應用 如果你想今年九月入學的話 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學生 所以如果你現在麻煩大家趕及 去報這些學生 然後檢查一下你想報的科 是否收國際學生 有兩點可以補充 就是這個項目的移民期限 剛開始 去到2026年8月尾 即是說換句話 我搞五年鬆一點 其實這個我覺得 亦都我們會游說 他可能計錯數 舉例 你2023年2月頭 我才申請那張三年公簽 可以的 大家知道 你拿著封信三年有效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我可不可以 真的批了 我三四五六 我2026年年初至來 你是可以來的 你拿了三年公簽 但是當你一抵捕的時候 幾個月後就沒得申請移民 當然有一個討論 你不要拖 你快點就可以了 但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 不是的 我們加拿大是講權利的 你既然給我這個權利的話 你就要加拿大是講權利的 所以我們會游說移民部 會不會計錯數 第一 第二 就是有一個 大家比較少人留意一點 我提到 你申請移民全部 他很快就要給AIP 這個AIP的概念 由家庭團聚拿回來 就是說原則上沒問題 我收你了 但我們需要一些時間 就會完成它 所以AIP可以快到兩個月左右 就是告訴你 那裡就定了 是不是 為什麼他突然想到這件事 他就是容納有些 有少部分的人 給不到AIP 是需要多些時間去平衡 就是那些 是有些抄過牌 甚至抄過牌的那類人 或者入閣殺場 是的 沒錯 他會給你時間 就是說放心 我們都會處理的 不要緊 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有一個項目要求 那些人是否不應該自己做 那些看情況 當你來到加拿大 差不多已經走光了 最後那一步 你會不會跟自己開玩笑 就是搞這麼專業的事情 OK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我會另有開了一個 tutorial的影片 教人如何step by step 去填那份份 這個又跟之前的過程 是不同了 但是我們今天多謝Alfred的時間 希望剛才的資料幫到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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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